李太医 垂下视线 伸手探脉 一旁的内侍 忧心忡忡地说 殿下昨日那么凶险 今日又停了药 还用针封了一次经脉 可受得了 幕僚说道 受不了也得受 若不然更有受不了的 李太医 收手起身 二人停下说话 看响他 李太医说 不如再请成娘子来看一看吧 幕僚和内侍面色大变 内侍忍不住喊道 难道 没事没事 只是更稳妥一些 李太医忙摆手 温婷此言 二人松口气 幕僚说道 如果他稳妥了 就不用累了你李太医温睡一晚了 哼 离了他 殿下不是一样能治 你需要王子菲波了 内侍咳了一声 李太医一面对静安俊王起身 一面说 让殿下 让殿下歇息吧 眼在卧榻内的静安俊王 看不清神情 殿杖再次被放下来 你别总是提他提他 他的医术真的很厉害的 再厉害又如何 再厉害也不是我们的人 他已经说了不给殿下治了 何必死七百厉的求他 如今没有他 殿下一样能治好 外间屋子里低声的争执透过脸传过来 静安俊王展开的手 又慢慢的合起来 感受那块木皮在手心的刺扎 他说 不治吗 吴先生 这话不对了 要是没有他 殿下还真治不好 静安俊王的手再次一握紧 想要抬起头 好听得更真切些 我这个针法还是跟他学的 当初陈老太爷并重视 看他师针学来的 那也是你学到的 是你 要是靠着他 殿下早没命了 李太医的脸拉下来 吴先生 你要这么说也对 如果不是他 殿下五年前就没命了 木辽和内侍一证 我们手艺人 讲究的是警师 一针之师也是实 你心里怎么想 我不管 但是你最好别在我跟前说他的不是 李太医一甩袖子 抬脚走了 木辽和内侍对视一眼 木辽摇头笑道 什么都好 就是鱼 要不请成梁子来看看 内侍迟疑着 看向内侍的门 他一脸担忧地说 殿下这次的身子可是糟蹭得太厉害了 木辽说道 是啊 殿下的身子可是经不起一点折腾了 所以我可真不敢冒这个险 内侍沉默一下 说道 成娘子昨日在门外坐了一晚吗 是吧 守卫们说去宫里拨劲的时候才走 木辽欢迎未落 就听得室内传来咚的一声响 内侍一个剑步就冲进去了 木辽紧随其后 见两个侍女已经跪在卧榻前 正搀扶扯扯开杖子挣扎要起身的静安俊王 内侍吓得脸色发白 喊道 是要吐了吗 静安俊王到底没力气 又跌躺了回去 问道 他 他来了 谁 成娘子 他怎么来过来 静安俊王用力让声音响亮了一些 木辽动了那时一眼 上前俯身点头 他说道 是 静安俊王喘息着笑了 放在身侧的手紧紧的钻着 玄机又没了笑 我就 说等着 没等他 收我失心了 他 有没有 生气 殿下 他没有气 殿下自然也没有失心 木辽不悦的说着 静安俊王笑了 他喘息 断断续续的说 瞎说 要说 这世上 如果还剩下 一个手心的人 那一定是他 殿下 昨日他连看都没看 就拒绝了给你诊治 那他一定有不智的道理 木辽瞪眼 内侍在卧榻边 跪坐下来 取过侍女捧着的手巾 被静安俊王擦汗 这短短的一层身 几句话 让他的额头布满了细汗 静安俊王问道 你们昨晚 没让他进来 不知敌友 小的不敢轻心大意 昨日太凶险了 他在门外做了一夜 他在门外做了一夜 我要见他 殿下 这时候怎么能 静安俊王 看着他 我要见他 他再次这么说 没有别的话 怎么 站在成家门前 门人停下脚皱眉 看着面前家宅上贴上的白纸 鲜红的桃符也被遮上 这是要办丧事啊 你要见我 站在门廊下 看着从屋中走出的女子 门人盲失礼 弟兄说 你小的是 殿俊王的人 一面 忍不住抬头 这个女子 他不敢盯着看 目光扫过一旁 势利的婢女 眼睛红肿的吓人 而眼中还含着泪 果然 是要办丧事 亲王府封闭 严阵以待了一夜 又所有人 都紧盯着 朝中的几个重臣猛将 还有进军兵马的动作 倒不知道 其他的消息了 成交娘问道 什么事 男人忙收起胡思乱想 再次失礼 说道 陛下想见娘子一面 抱歉 家有丧送 父母亲长不在 城市着笑发送 不便见客 男人恶然抬头 江州城家又出事了 其实 昨日消息就传开了 到了今日 就连站在桥头 卖茶汤的伙计 都能讲得 会声会色 小伙计 翘起兰花举 手拿大铁勺 摇头晃脑地说 那朱小娘子 拔出匕首 说上一句 你若父亲 挪家挖出你的心 听众们 立刻有人打断 不对啊 是说朱小娘子的婢女杀的 说成家的郎君 要强迫朱小娘子 得了吧 成家郎君都花了五万关了 强迫 把整个德胜楼都关系税了 那也是应当的 红笑声顿起 当时屋内只有朱小娘子和崇四郎主仆四人 成家的侍卫们就在门外 根本就没有听到任何吵闹异动 查理被下的药 动手的是朱小娘子的婢女春零 这个春零也是江州人 一个幕僚听到这里 忍不住问道 那到底他为什么要杀重四郎呢 亲嘴 摇摇头 没人知道 朱小娘子昨晚在牢里用衣袖自以身亡了 春零被成娘子当场拧断了脖子死了 身边人说 成娘子当时也只问了一句话 是不是你干的 一个声音慢慢的响起 声音虚弱 这种节奏 这种时候陡然冒出来 让在场的人心里毛了一下 全身看去 是卧榻上依着银枕伴坐的静安俊王 他又说道 他是不是问的这个 惊喜这才回过神点点头 静安俊王的脸上浮现一丝虚弱的笑 是 殿下猜对了 他就问了这一句 那婢女也就答了一句是 然后就 千随说着 伸手 做个拧断的动作 在场的人 多数没有杀过人 也是见过杀人的 但听到这里的时候 神情还是微微的不自然一下 按理说 一个女子发了狂 拿刀子乱捅人也是正常的 但用手把人的头拧端 这比见血还甚深呢 一个人又忙说道 我就说昨晚看的城墙词古怪呢 大家都看见他 有人问他 你有说吗 算说了吧 那人接着说 他身上染了好多血呢 是从德圣楼直接过来的吗 金阳俊王慢慢的说 这件事 是不是因为我 顾先生 皱眉说道 顶下是说 程四郎被杀 是为了胁迫程娘子 不来给你救治 要不然 怎么会这么巧 世上巧合的事多了 那程四郎 在德圣楼张狂 程家娘子为了他一指亲筋 都是因为这朱小娘子的算计 吃了这么大的亏 谁知道 他怎么坐紧羞辱那朱小娘子 如果真是邪失他 怎么会这样轻松 程家当时四个侍卫在场 要不是周家 和那程娘子过去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发现自己的主人死了呢 哼 我看不是有人歇视窗死了 不是他当时走不了 而是他不想走 顾先生说着 又喊一个侍卫的名字 门外有侍卫进来 顾先生问道 你把当日怎么见的程娘子 他又怎么说的 再说一遍 程娘子和秦家十三郎 在闪花 他说殿下的证 是不了 也用不着来看殿下 就是治不了 让咱们另请高明 我们要强拉他来 那周家的六郎还打我们 殿下 你听到没 他可是跟秦家的十三郎在一起 顾先生看向静安静王 他说着 伸手挚向另一边 一边摆着一个小箱子 满满的一叠叠奏章 他接着说 这些是太后送来的 要殿下你烧了的 摊劾你的奏章 这些人这些奏章 都是秦家牵头待人搞出来的 殿下 程娘子看来是选择了秦家了 他看着静安静王 室内的气氛 似乎明智压抑起来 看着卧榻上半座的静安郡王 那事不由轻咳一声 顾先生 说太多了 殿下才行 今日就到这里吧 他轻声细语地说着 一面上前扶着静安郡王 静安郡王也似是没了力气 由他扶着躺下了 顾先生想到什么又说 还有 今日咱们已经去请他了 结果呢还是不见 说什么家有丧送 父母亲长不在 他不必见客 说着话 又看其他人 看到没 今天白日请他见他都不见 昨晚夜黑风高 倒是脑子又进来 亏得没放他进来 谁知道他进来 是不是也要拧断殿下的头 顾先生 那是拔高声音喊了声 冲他瞪眼 一只沉默不语的静安郡王 开口说话 他说了家有僧送 父母亲长不在 他不并见客 那就是不并见 顾先生看着他 便念头笑了笑 他顾身失礼 说道 是 殿下说是就是 殿下快歇息吧 殿下现在要紧的是 养好身子 屋子里的人 都失礼推了出去 那是安排好 侍女伺候 自己也忙跟了出去 你瞎叨叨什么呢 还知道殿下要紧的是养好身子 你看你说的都是什么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实话也挑时候说呀 殿下本来就没几个贴心的人 如今 滴滴的说话声 隔着杖帘 渐渐的听不到了 如今 睡吧 要紧的是养好身子 不能死 一定要生 在内也要活着 锦南郡王 慢慢的抬起手 张开手 看着旗内的那块木皮 又慢慢的合上 吹一下手 侧耳听着杖内 两个侍女对视一眼 点点头 捏手捏脚的退开几步 在一旁坐下来 也低目歇息 午后的室内 安静如夜 周家院内 乱乱的车马 依次赶出门 周福急不追上 他一脸愤怒的喊道 父亲 现在是走的时候吗 周老爷掀起车帘 一昧伸手点着周福 低声喝道 现在还不走 再不走 我们也要躺在棺材里了 臭小子 你不跟我们走也就罢了 我已经给中将军交代过了 立刻带你回西北 父亲 我的人虽然走了 但是家里吃的东西啊 钱啊 你给娇娘说 随便用 都给她了 有什么事 往陕州烧信 想回陕州了 也可以来 结婚比江贵 周老爷 又想到什么 忙说着 说吧 不带周福再说话 放下车帘 催着车夫快走 周福指的送出去 站在城门外 看着一对车马 在偏偏化为黑表 才闷闷地转身 吐口气 狠狠地一甩鞭子 马儿截驰 看 周家六郎又来了 秦家门前 原本说笑的门房 立刻沿着椅带 门内的侍卫也涌出来 门手的管事 看着从身上 取下长弓的周福 大声喊道 周公子 我们敬你 但你如果在我 亲家面前晾了兵器 那就休怪我们 也晾兵器了 周福看着他 又看看秦家的宅院 看着如临大敌的 门房侍卫 仰头哈哈大笑 周公子 管事周眉问着 周福笑声未收 呼得 将一刨 撕拉扯下一片 以迅雷之势 拉弓射箭 秦家门前 微微一乱 蹭了一声响 长剑射在门上 一片衣裳布 被钉在旗上 周福再看了眼这些人 掉转码头而去 再也没有回头 下去吧 秦虎摆了摆手 小丝忙退出去了 看着眼前摆着的 一片衣布 以及一只长剑 秦虎笑了 他笑道 臭小子 还学会隔跑断翼了 他伸手 将布和剑拿起来 站起身 向身奈走去 他走得很慢 双手 捧着这一块布 一只剑 如同 捧的是世间的金宝 周福 此时 已经迈进 程家的大门 院子里 丧仪 已经摆设起掌了 范江灵和黄氏 各自忙碌着 见他过来 迟疑一下 还是让夫妇 撕了块笑布 周福伸手接过 也没说话 静止向奈儿去了 成交鸟的屋门开着 一眼看到 他坐在其中 半琴 正捧着他的手落泪 怎么也没抱一下 这么深的伤口 昨日 娘子从德上楼离开 一夜未归 回来后 家里又忙着 程四郎入恋 他自己又哭得 不行不行的 竟然没有注意 娘子手上竟然有伤 血已经洗干净了 一道横川掌心的伤口 显得越发的争鸣 程交鸟 程交娘说 抱起来 吼得反而慢 可 可是 要留下疤的 半琴捧着程交娘的手 泪如雨下 没事 没事 疤痕就疤痕吧 也不在乎 多这一个 程交娘说着 收回手 算下来 当初死时 前后左右 飞溅如雨 扎得跟刺猬似的 肯定是伤痕累累了 他民主笑了笑 笑 周福皱眉 抬脚走过去